好 然後我們來看第二個 浸水器 可以軟化水質 讓你的水好柔好順好入口 對 那大家有買過這種功能的 這種浸水器嗎 像我現在那個浸水器 它強調的也是就是出來的水 像這一台 它出來的水好像聽說也是軟水 喔 對啊 然後它也是標榜說 它是可以直接生飲 這個品牌它的燈管其實還滿有名 然後它應該比較厲害的是 它的紫外線的燈管 它是殺菌的 常常有聽軟水跟硬水 可是真的不了解說 軟水跟硬水對人體的差別 請問一下主任 這個軟水除了口感比較好以外 對身體的幫助會比較好嗎 其實它可能對身體是 比較不好 真的喔 因為它會感到很香 非常好 而且喝起來口感也很好 為什麼叫硬水 就是你含鈣含鈉比較多 喔 鈣鎂含量多 你喝起來會澀澀的 對 對 對 所以事實上 這個軟水器一般是用鈉 用鈉來交換這個鈣跟鈉 喔 瞭解了喔 所以你雖然鈣鎂消失了 但是你水中反而增加了鈉 喔 那是什麼 那就是鹽分的一種 所以鈉離子對不對 對 鈉離子反而會增加啦 我又有另外一台 馬上了 我覺得那就是剛剛好 因為我不知道 因為我又有一台開引機 然後它那個開引機 它講的其實就是 它有沒有 它上面還特別標榜 就除鈉離子 像你這個有時候水倒進去以後 不會有白色沉澱物 其實就是你就不是硬水啦 一般硬水都比較有些插鉤 就我們以前在地帶 在地帶 對 就在底下 以前都有啦 對 其實北部的水 大概都是硬水 都是軟水 然後再補充一下 因為你講的是一個除鈉的 那個鈉 因為如果剛剛林醫師 你講到其實重金屬很難去除 所以說其實你應該去看一下 因為它有些進水器 它會寫是無鈉的 無鈉不代表去除鈉 它是代表所有的進水器 裡面的濾芯是沒有鈉的 所以它並不是真的把鈉去除掉 陳教授 因為它不可能把鈉去除掉 非常婉轉的告訴你說 你可能 還蠻弱的 除鈉 而且濾芯沒有鈉 真的看起來不大像啦 因為去除重金屬不容易 因為去除鈉只有RO可以去除鈉 對 而且鈉本身對我們身體不好嘛 就等於你鹽分射擊增加了 心臟血管疾病啦 高血壓啦 腎臟病等等 可能都會增加負擔 所以喝軟水 這樣聽起來也不好 對 因為你用鈉去膠 交換 但是你天然的軟水就無所謂了 喔 了解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軟水不好 對 第三種 再進步 再淨化 淨化 淨化成這個電解水 淨化水 離子水 預防疾病 多喝 多健康 因為人吃太多肉食的關係 因為肉是酸性的嘛 然後追到身體裡面 就是會造成身體酸鹼質的 不協調 所以我的觀念就是 你除了要多吃蔬菜之外 水你都盡量喝PH值高於7的 就是要減減的 減減的 對 這一下如果說 我必須要去外面的商店買水的話 我一定會看PH值高於7 第一台淨水劑也是減性水啊 因為是就是減性水嘛 他們那一台淨水劑就是減性水 你是喝太酸了 我感覺你身體整個很酸 對啊 我一直都去盯你 對啊 我有住過也是 那邊是裝那個電解水 這個就真的是 它有三道的程序 欸這不就是逆滲透嗎 對啊 不是 它是出來是電解水出水 它是一個電解水的出水果 它出來就是減性的水 然後也有另外一個管線是 減出那種酸性的水 那這一台也是 這很像逆滲透欸 但是這一台不便宜是 也要兩萬多 現在進水器差不多都這個價錢 真的 那個濾溪也是要固定換 對 一定都要 那換的速度還蠻快的 有的是三個月 有的半年 對 差不多 那這種水其實我喝起來的話 就沒有感覺 就跟一般的水其實差不多 我想到你沒有感覺 對 其實我們都看得出來 你沒什麼感覺 拿一瓶那個一百多塊 跟拿一瓶那個十塊給他 對 對 而且啊不知道 我覺得如果真的是喝到一個乾淨的水 好的水啊 人的身體啊 會說話 就是你會覺得氣色是乾淨的 沒有錯 所以我可以很明顯知道 逸祥喝得不大對 不過剛剛三位來賓 幾乎都對酸性體質啦 需要這個酸鹼中和等等 都有一個概念 對 就是國內已經有30萬戶的一個家庭 裝有類似這樣的磁脂水 鹼性水 請問一下主任 這個鹼性水對身體真的有幫助嗎 真的會酸鹼中和嗎 主任的效忍嗎 其實水 大家都看主任的效忍 我一直水 一直認為啦 水不用那麼給他富裕沉重的負擔 你又要他吃健健康 其實乾淨的水喝多就好了 哦 要給他離脂化 還要給他磁化 要給他電解化 還要給他愛心 給他溫暖 要給他光化 其實不需要 灌溉我們 為什麼呢 其實這種所謂的酸性碱性 這個觀念 是從日本傳過來的 其實我們傳統的中醫 也沒有這個觀念 真的 西醫根本也沒有這個觀念 為什麼呢 假如你是腎臟正常 我們身體所有的細胞內的 還是血液中的撇起子 一粒是7.35到7.45 中性微鹼 所以你喝鹼性進去 你這鹼性東西 尿尿就被你排掉了 哦 給你維持在 所以我們喝中性水就可以了 對 其實你喝什麼水都好 酸性 鹼性都好 它 我們腎臟 你喝酸的就把酸排掉 喝鹼的就把鹼排掉 都維持在7.35到7.45 所以其實我們身體 就是一個綠水期 我們的腎就是一個綠水期 最好的調整維持你PH值的東西 其實以醫學的觀點來講 沒有好 沒有壞 只要它乾淨 所以它為了達到乾淨的目的 你看剛剛前面用好多過濾器 對 因為你電解過程 沒辦法去讓水更乾淨 而且更糟糕一點 萬一你水是不乾淨的話 那就很糟糕 為什麼呢 你電解過程中 金屬源是往這鹼性水跑啊 哇 對 對啊 所以萬一 這時候我們喝了更多金屬 加了很多我們台灣的 常常爛肯爛花水很多 加了很多鋁 所以你變成膏 會喝進更多重金屬 對啊 因為大家真的都花了很多錢 在裝這個濾水器啊 綠水器上面 所以我們今天也請他們呢 從家裡帶了水來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剛剛主任點到的重點 你喝到的到底是真的鹼性水 還是濃縮的金屬濃液 我們要請陳教授 陳教授來幫我們檢驗一下 我們今天來測的兩樣東西 第一個叫做 那這個是叫做 PH的檢測試質 那第二個呢 我們等一下要測的叫做 皮倒電鍍劑 對 那這個其實呢 就是測水裡面的 等於是所有的礦物質 金屬的重金屬的 重金屬的重金屬 不過不一定 因為它高的話 也可能代表礦物質高 所以我們等一下一起來測試 那我們第一碗水是誰的水 這是我的 玉琴 可是你家有兩台 這一台是 它就是應該是說 去納 第一台過濾完之後 會放在去納的那一台 組出來 那我們來看看 是 我們來測試一下 它這個反應時間很短 但是如果它是中性水 是不是說它其實就算是好的水 對 來 我們先看一下 中性 它這個是什麼 請大家對一下 大概7 7 7到8 所以是中性 第二碗水是誰的 換我了 我們來試試看 其實也是中性 它不會不點 然後還酸吧 結果拿出來看 還滿中性的對不對 拿出來跟剛才的 其實幾乎 其實一模一樣 甚至還比較淡一點 大概在PH7跟6中間 不過這當然有一點 就是因為我們的水 都從家裡拿過來 已經過了很久的 因為空氣裡面會有二氧化碳 所以會讓它稍微 所以如果直接打開濕化 有可能就比較靠近橘子那邊了 對對對 我們現在就來看最後一個 叫做這個PH10以上 10以上 高含那個礦物質 對 電解水 礦物質 真的 果然沒有讓我失望 好 那我們現在把它拿起來 哇 像墨水一樣 它這個跟墨水一樣 所以它的幾乎PH 已經在 大概在幾乎在10左右 好減啊 對對對 已經到10左右 所以減輕水到底是好還不好 已經在10跟9之間 再來我們要測第二個是礦物質 我們來測它的礦物質 跟重金屬的總和 喝進滿度重金屬 逸祥帶這大條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逸祥超點的檢水 你真的好高喔 如果說你喝PH這麼高的時候 身體不一定有好處 但是你無形中 已經喝進去很多高能度的東西 你的臉看起來有點下鐵了